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現在俄烏的戰局 是不是真的可能會影響到全球的供應鏈 讓供應鏈都亂了呢 甚至會衝擊到的就是中歐班列的運行了 我們看一下 歐洲可能杯葛金由俄羅斯的貨物 偏偏中歐班列有100多萬個貨櫃 怎麼辦 要不得不改踩海運路線 然後如果一換了個路線的話 你想也知道貨運成本會增加 那麼全球的供應鏈 是不是就因此打亂了呢 而再者你看 在2022年的1到2月 大連中歐班列呢 開行是18列 運送近1900箱 還有增長 增長的幅度是分別為80%跟69% 但接下來會如何呢 會不會一直逐月的遞減 3月份開始就出現了大幅度的減少 那麼如此一來 那當然影響到的 你要說是歐洲當然也會牽動到中國的經濟嗎 來 亮哥 這個班列應該運送人員跟糧食比較少啦 它主要還是以貨品為主啊 我倒是擔心的是海運啊 比如說烏克蘭它的糧食怎麼出來 那俄羅斯糧食它可以走 如果是走 它亞洲可以走海生威啊 北部我不知道它是怎麼出去的 也許它有鐵路運送出去啊 那基本上它也可以從黑海 然後因為它主要是賣到 那個中東跟非洲嘛 所以它也有可能從土耳其那邊出去啦 所以我認為大部分應該是海運啊 因為它的量才大 那現在大家擔心的倒不是這個班列 這個供應鏈啊 因為目前基本上中央班列 可是它這裡也會有涉入 包括像一些科技會不會有些零組件啊 然後生產線需要用到的 零組件俄羅斯並不是生產國啊 那個東西會不會不會嗎 可是俄羅斯並不是戰場啊 可是那你中國生產 對 對啊 Made in China的東西送出去啊 那不就是要從中央班列 對啊 可是中國並沒有被抵制啊 對 但是你要經過俄羅斯就被抵制啊 現在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可以談啊 這個不一定會被抵制啦 因為它運送的並不是敏感項目嘛 那這個就好比歐洲 就是目前俄羅斯它封閉的是空域嘛 是 我們並沒有陸陸整個封了吧 沒有啊 也沒辦法封吧 因為它那個不是戰場啊 你那個烏克蘭境內是危險嘛 俄羅斯陸陸 它現在是比如說它是對人的限制啦 它有對貨全部限制嗎 目前並沒有 事實上還是有很多公司留在俄羅斯運作啊 比如說法國 法國就有人在講啊 那個最大的乳製品那個達龍 還在俄羅斯啊 它還沒有退出啊 事實上這種公司很多啦 所以你說陸運會全部終止我不相信啦 應該是對人啊 比如說它就停止光光那一種的 可是都是歐洲方他們自己停止嘛 就在做制裁嘛 可是大家擔心的應該還是糧食跟能源怎麼出來啦 比如說你剛剛在講 你剛剛在講說 糧食嘛 農作物出不去 尤其是烏克蘭啊 我現在真的是擔心烏克蘭啊 因為可能奧德薩即將要進入戰爭 那奧德薩那個黑海出口 就是烏克蘭唯一的出口啊 不然它糧食怎麼出去 對啊 然後都是從那邊海域 透過海域運出嘛 是啊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是 3到5月是播種嘛 就這裡啊 純波面積減半 是嘛 那你去想一想嘛 小麥佔全球10% 減半就少掉5%嘛 這個還是小 這個還是最少的估計哦 因為還有天日到人力呢 搞不好農民也跑了啊 它現在流離失所的人口是1000萬人 你不要忘了 那裡面也有大量是烏溪的人啊 所以搞不好農地大家也不敢種啊 因為怕被炸啊 所以現在並不是說減半 你現在講的春波的變積 可能有一些地方大家擔心戰爭啊 有一些地方是人力不夠啊 對 所以才會這樣啊 直接告訴你啊 春波的面積下修一半 然後呢 收割的面積可能原來650萬嘛 變成400萬公頃 對嘛 所以這個小麥一定會缺 我跟你講啊 我今天已經看到一個新聞了啦 就是斯里蘭卡 他排隊要加油 加油 對 我跟你講以後更可怕的是排隊領麵包 這才更可怕 是是 你領石油至少不會死人啊 你糧食會死人啊 是會飢荒啊 是啊 呼籲教宗出來調停啊 澤倫斯基 可是你看啊 這個的確 為什麼烏克蘭 你說農作物出不去 因為剛剛亮哥講到了這個港口 黑海透過這個海運 這個很重要的一條路線 俄國呢 俄國現在是說 是不是可能也會運不出去 烏海軍 烏國海軍 在各港口入口安置大約 420枚的水雷 所以俄國這邊也會有影響啊 這大事 這個戰爭繼續下去就很難講了 對 對 戰爭繼續下去 所以那個 聯合國秘書長 大概上個禮拜就出來大聲擠火啊 他說 這個是會造成全球性災難 那麼最最脆弱的國家就是 他指出來是那種低度 極低度LDC 最低度開發國家 他們需要這個糧食的 如果糧價上升的話 或者糧價供應不上的話 那麼他們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像埃及啊什麼這些 過去仰賴這些 尤其仰賴這個 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的 大麥小麥的這些國家 那首當其衝 那現在烏克蘭的這個 春耕的播種率只有不到一半嘛 對我都不知道他怎麼算出來的 其實烏克蘭現在狀況的話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是更低啊 因為你有一千萬人口 都已經都已經不在自己的家園了 所以烏克蘭自己本身 不要出現糧荒都不錯了 對 對那他這個播 那還有一個就是肥料的問題嘛 對還有一個就是肥料的問題 零跟甲 這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是大 這個大 白鱷 白鱷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肥料的這個原料的出產國 那現在都說到這個戰爭 那這個戰爭繼續打下去 波及面一定更越來越廣啊 對我們剛剛講中歐班列 中歐班列事實上 通過烏克蘭 俄羅斯的部分很重要啊 那現在這個戰爭 戰爭的話一定會影響的 這個是無法避免的 而且它的影響程度 會隨著戰爭的更劇烈 它的影響範圍更廣 而受到的這個負面影響會更大 這是必然的 所以這場戰爭真的看起來 現在真的最大的贏家就是美國了 因為很成功的把歐亞大陸的 這個一個連結 那麼把它這個連結的把它攪亂 那這樣子的話牽動到的糧食問題 其實你看中國現在呢 說遇到極端氣候 這是Bloomberg的一個報導 說今年糧食生產面臨 可是史上最糟 介大使我們之前其實在節目當中 不是也有討論過嗎 對不對亮哥我們也討論過 預請我這裡公佈幾個非洲的數字 你聽了我看的都是快要 我跟你講 非洲索馬利亞 它的小麥100%來自俄羅斯跟烏克蘭 烏克蘭佔70% 俄羅斯佔30% 埃及 埃及佔80% 小麥來自俄羅斯跟烏克蘭 那俄羅斯是60% 烏克蘭是20% 然後這邊還有其國家 蘇丹 鋼國 塞內加爾 唐喪尼亞 盧安達 全部都超過70% 是啊 對啦 那你說他們沒有向中國 事先先囤糧食啊 中國是囤了1年 1.5年嘛 是 對啦 所以中國有錢啊 大陸有錢啊 這些非洲國家啊 很多是靠救濟的啊 是啊 所以在缺糧的話 大家當然是有錢的先拿到糧食啊 大家當然是有錢的先拿到糧食啊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你又要了解 我先拿到糧食啊 谢谢大家